今天又介紹這麼多美食 高宏安五日晚間開直播 大旦新竹美食 好心情看似沒被論文抄襲風波影響 但資策會指控高宏安的論文 有七八成與資策會報告雷同 已經是引用比例不當 不排除拆取法律行動 高宏安的委任律師五日晚間 急忙出面面火澄清 強調高宏安論文是原創 他本人就是資策會期刊文章的第一作者 不只符合新興那提大學的畢業標準 論文總共一百一十三頁 但他在資策會期間發表的相關論文 只有六頁 所以絕無八成以上雷同的可能 這陣子高宏安網路聲量篡高 九月二十號高宏安被爆出涉及論文 抄襲當天網路聲量從平時的一千多比 暴增到十萬多比 二十一日又因為戰學校爭議 聲量再創新高達到十八萬七千比 偏偏高宏安的好感度卻落後 沈惠鴻和林根仁 學歷風波還沒落幕 又被抄襲逆風給纏上 高宏安落難都讓藍綠逮到機會 發動攻擊 環宇新聞吳明彥珊 祝台北新竹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